很多人都会觉得在篮球场上,智商高的,球伤自然也就很高,真的是这样吗? 所谓隔行如隔闪,NBA有些球员,在他们身上就被证明球伤和智商真的没有成正比,反而成反比,难道球伤和智商真的就没有关系了吗?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奇葩球员有哪些,奥尼尔,无敌的大鲨与奥胖在NBA赛场,那就是恐怖的存在,但同时奥尼尔搞怪的一面也是无人能及的,在全明星和张伍斯一起动武的场面让人忍惧不禁,好动的性格让奥尼尔成了球场玩的一个大火宝,可就是这样一个大火宝,令人不想到的是居然是博士毕业,奥尼尔在2000。 就拿到了路易斯安那大学的学士学位后,又开始了一年多的补习,拿到了菲尼克斯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,在之后又拿到了人力资源博士学位,还有刚刚退役的邓肯,还拿到了维克森林大学的心理学硕士学位,看起来五大三出达奥尼尔也是一个文化人,高级知识分子。 麦基,虽然是五大俑中的常客,在勇士的时候还有所收敛,当年在奇才,绝心的时候,麦基可谓是雄九侠,无视不可不成为奥尼尔嘲讽的对象。 可是现实中的麦基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? 现实生活中麦基可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,他毕业于内华达大学,这所大学在美国名列前茅,而且麦基在校时DPA的分数达到了4.5分,其中4分就相当于我,门百分之里面的90分。 可想而知麦基学习是有多优秀,那都是班级中的学霸中的人物。 总神式学霸真是太让人意外了,说完了球场上的学渣,但是学习方面是学霸的人物。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球场上的大神,到了学习就是渣渣的人物,黄曼巴罗伊就是代表人物,在NBA罗伊的球伤真的太高了。 在职业生涯短短的几年,黄曼巴也辉煌过,如同一颗流星黄过天空,但在学习上就不敢恭维了,因为高中成绩不行,差点不能够上大学,在球场上都越冷静,聪明,篮球智商高著称的罗伊。 但是在学习上,这是一个大写的渣渣吗?一个无敌的渣渣。 另外一个就是纪德,历史级别的传球大师,神出鬼没的传球让队友叔叔父父的得分,球上之高让人发指。 可是他的成绩真的太差了,满分,1600分类SAT,他只好了460分。 而SAT在美国,相当于是中国的高考,难度可能跟高一高二的数学差不多,估计记得在国内也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的水平。 还有闪电侠韦德,韦德大一学期,由于学习成绩太差,无法代表球队比赛,在大二经过补习之后,终于达到了标准线,获得了上场比赛资格。 这两位在球场上都是无敌的主,到了学习上都是班级的那个渣渣,人不可貌相,还水不割斗梁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,像麦基也许打球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。 除了篮球大麦基也可以,在学术上有所成就。 可是罗伊,基德,韦德要他们去搞学术研究,那可能要了他们的亲民了,球伤和智商可能真的没有太大关系了。 不知道各位网友怎么看呢?